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计计一些扩大优势的机会 自动MVP当然是要给合同的一个立桑拙 在几波的团战里面 他的开团包括对对方的阵型的一个分割 跟蓝博配合的是天一无分 非常漂亮 这个赛季合同的表现确实也是让很多的人惊艳 这个选手在LPL之前可能是认识他的人真的是非常的少 但是在这赛季他在中单有单杀小胖的表现 然后这场的话又是拿下了一个MVP 表现确实是可圈可点 W现在已经是遭遇了一个非常长的一个连败了 现在他们的状态 我觉得从几点看来 一个是他们在就是就你说的中后期 他们的有时候脑袋有点不太清楚 或者说只会有一点的不太的明确 有时候的上的确实是非常的让人感到莫名其妙 刚刚那两拨皇子上的可能我觉得队友也吓了一跳 另外的话确实他们现在五个人的这个沟通啊 或者信任我觉得还是做的不太够 对的这个还算是他们现在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 但是毕竟说已经连败了很多场了 很多场了 所以现在我觉得要有心理压力也应该是已经放下了 这个时候最后就应该只是分手一搏的问题 这个时候我觉得应该就 但是毕竟是像上赛季 比如说歪棋前面打的也是连败 但是到后面的时候是有一个触敌反弹的 接连战胜一击季啊 对有个非常抢眼的表现的 所以毕竟是连赛嘛 所以希望每个队伍都不要 我说因为连败就丧失了信心 对我们看到道理 还是要继续努力下去了 对教练应该也是比较的苦恼 可能觉得自己布置的战术啊 或者说赛前的准备 有点贯彻的不够彻底 所以很少有教练能够贯彻中后期的战术 对 这个还是凭选手的临场发挥的 所以这个真的就是他们其实准备嘛 也是准备到了 每场BO1 每场BO2的第一场 我觉得W打的还都算是不错 但是后期确实是处理的问题比较大 先看一下两边第二场的BP的画面 游戏这里是绊掉了 轮子妈和蓝博 自己是把蓝博绊了 对 布鲁卡也是比较喜欢用蓝博的一个选手 CW的话是绊掉了雷赛和疯女 马塔的疯女再度上榜 那么这一场的话是多加了一个蓝博 小炮的话可能 小炮 小炮 小炮就不办了 反正自己在紫色方 你不办的话 对方也不见得会先抢 这个我觉得是没有必要浪费一个班里斯的名额的 反而这边是 我觉得可以办一下黄子 或者利桑主 上一场 W在蓝色方式选择了一场黄子 这个也是现在比较 流行的 对 这个大家公认的嘛 现在打野的第一选择 没有 他有点跟轮子妈一样 就是 大招能够给团队提供很多的帮助 而且是能配合的阵容是比较多的 算比较全能一点 是的 哎呦 办了上场 VG用的非常出色的利桑拙 那这的话VG第一选应该没有太大的意外了 结果选了个那 应该是黄子 但你这里 黄子 我觉得 大家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 卡萨丁这场放出来了 上一场是上了班里斯特的 VG现在在犹豫要不要先选这个卡萨丁 他可以打两路 但是对手有一个针对位置 但是你要选卡萨的话 对方直接选一个纳尔加黄子 其实也 挺头疼的 就看一下他们是决定先抢这个 哎呦 还是选卡萨丁的 WG选一个纳尔黄子 我反倒觉得 在前三手的选择上 WG这个选择更靠谱一些 这个就是你 你前面说的 我大招框起来 然后纳尔跳进来 直接拍在墙上 非常好的一个经典的一个配合 那斯特在上一场的黄子表现不佳 这场肯定是想要 再来挽回一些颜面 而且这个配合应该说信号非常明显 所以很少会出现这种 沟通不到位配合失误这种情况 其实说实话 纳尔如果说先手大招的话 他太依赖闪现了 但是你要有一个黄子 去做一个先手的话 纳尔他的进场就会变得轻松很多 好 这样的话 听不到位是确定了黄子加纳尔的一个搭配 现在WG想要的就是 如果说看到WG选到这样的一个阵容的话 我这边一定要力求灵活 就我不能选一些比较死板 或者说灵活性差的英雄 给对方黄子加纳尔无限的开团 对 他们现在几个英雄 其实都算是蛮灵活的 对 这三个英雄 你看两个有位移 然后一个还能让队友有位移 那这三选WG也算是应对的非常的及时 又是选择了飞机加锤石 EZ打对方这个阵容 感觉Tim Tully现在还缺一个 又要选沙皇了 现在这个阵容还是缺少一个 能够持续性给到输出爆发的人 在EZ已经如果说选到的话 那中单的输出任务会非常的重 对 这样的阵容的话 感觉输出是真的非常低啊 输出的很少很少 如果说中单宁甲这里 沙皇杰斯二选一的话 我觉得沙皇会比较合适一些 如果说拿到杰斯的话 这个阵容会比较难打 WG要不要考虑把沙皇直接抢啊 其实抢了我觉得也蛮不错的 就是说稍微有点害怕 对方的强开沙皇 但沙皇自己也是有位移的 其实我觉得WG如果把沙皇抢了 哦 是卡萨丁中单 再拿一个刀妹 这个阵容冲脸太强大了 还是决定贯彻自己的冲脸的意图 但你这边要选择一手虾子 而carry的话是选择了 已经确定了刀妹 哇 这个阵容冲起来 这个纳尔跟皇子有点头疼 我本来是想要强开的 但是面对对方五个人 都是自带位移的选手 我觉得这盘皇子跟纳尔的任务 可能是要反开了 是 危机之前 上奈恩carry的 在对阵IG比赛中 使用吕道锋的表现 也是很不错的 嗯 现在WG要抢了 我是不是要选沙皇 就选吧 现在也没有其他好的选择了 哎 蛇女 最近上场率是有所增加的 对 蛇女面对对方这个阵容 确实是可以移用啊 因为她的反手 他冲脸比较多 对 对方的这个冲脸太多了 其实蛇女这个英雄比较 但他们这样选下来 其实控制是很匮乏的 其实蛇女这个英雄就是 如果说是缺点的话 就是在后期她手有点偏短 但是面对对方这种冲脸英雄的话 她手短这个劣势就不复存在了 你只要过来我 然后反手大招 我原地跟着你 打法术机关枪就可以了 这个应该还是 赛前没有让WG所料到的一个选择吧 对 这个选择我倒觉得 还是比较适合这个阵容的 好像没赢过啊 尾神跟无状态的蛇女 都用过 对 都是前中期算是8亿不错的 但是一到后期大家发现这个英雄 手短的这个劣势实在是太严重了 不过这场好在对方是一个 很明显的一个冲脸阵容 好像一共一场了 反正在打M3的时候 那个尾神也是拿了蛇女 那我应该是没有 没有解说到那一场 我印象中的是 无状态跟尾神的两场 无状态跟尾神 其实前中期发育都算不错 但是在中后期 感觉蛇女手短的这个劣势 确实是比较的严重 感觉W选的这个阵容 首先是控制又匮乏 再加上他们的输出曲线 成长得非常慢 EZ加蛇女 都是需要吃资源 再加上发育装备的支撑的 对 不过好在蛇女算是一个 中期就能够成型的一个英雄 大概30分钟 对 多左右吧 其实很多人觉得 觉得这个 蛇女如果说把500层叠出来 他这个破千的这种法强是非常的可怕 但是蛇女这个英雄 其实他算是一个前中期 就已经非常凶悍的一个英雄了 反而如果说他能够跌到破千的法强 在后期他的手短的劣势 其实是非常的可怕的 你往往是打两枪 你就要被对方的抽脸这种 就已经半血了 对 你要么就闪现过去 大招打到兄弟 要么就是原地坐以待毙 所以蛇女算是可以弥补 ED在前中期输出乏力的一个选择吧 不过整个阵容来说 我觉得还是像你所说 有一点点的吃资源 而且他们的阵容确实是 算是比较线性输出的一个阵容 都是要持续打伤害的 而且蛇女必定是一个没有位移的英雄 这种持续性打 如果说在没有大招之前 就一直坏线 很有可能会被干渴 对 他面对对方这个抽脸阵容 虽然大招也是释放得更加的轻松一些 但是自己的生存也是得到了很大的考验 他的毒在线上的时候 很难说不推陷 对的 所以他没有六级之前 又是个没有位移的英雄 基本上技能对 对方就算来跃塔 可能都产生不了很大的压力 Way的眼神非常的刚毅 上一场的表现并不是特别的优秀 我觉得他现在心态极大 也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W遭遇了这么长时间的连败 他在上一周W连败之后 也是发了一条推 说是非常 非常响应 其实表达的意思就是非常响应 对对胜利的渴望 他上一场确实是 有一点心急 和同看面相不像是一个很 很凶残的选手 而且怎么说呢 一般一个队伍如果你一直赢的话 你对内沟通上或者大家气氛都会比较和谐 主要是吸引人 但是在今年的春季赛开始 对 就状态并不说特别好 去年春季赛 SY的横空出世也是让不少观众认识到了他 但是在经历了大半年的成绩之后 现在回归赛场 感觉状态各方面没有调整好 这个选招上场的表现 还算是比较的 比较的稳定嘛 对 并没有特别出彩的地方 但是也没有犯什么失误 就像刚才说了 他是对方可能找到机会的一个点 因为他没有防御装 但是他也并没有给对方这个翻盘的机会 输出基本上都打出来了 刚才那个 那场比赛的话 飞机其实应该算是 VG这里输出点最高的一个人 输出每波团队打得非常足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两边的五个位置的一个对战 上路是Carrie的这个刀妹 对上路卡的那 打野的话是Dandy的芒僧 对上飞热的皇子 我感觉Dandy这个发型有点奇怪 有点偏女性化一些 来看看合同这里的卡大丁 对阵Ninja的蛇女 我觉得这一场的卡大丁头疼 这蛇女线上的压制能力 大家是有目够弩的 好 AD的话是炫高的飞机 对阵STYZ的EZ 对 STYZ的EZ 在去年春季赛使用 我记得他的装备就是杀猪刀 对的 好 我们来进入到双方在第二场的比赛画面 好 进入到比赛画面 看一下两边在一击团的一个视野布置情况 W这个阵容 我觉得他们在换线 换线应该是比较合适的 EZ加布隆的下路显得有一点点的弱 所以的皇子先在这边做一个人肉的 先插一个棋 做一个侦查 如果说他们选择换线的话 辅助能够多帮一下中路 就是中路的压力可能会被杠猪的稍微小一点点 不过布隆这个英雄在辅助位置上游走 感觉在至少在前几级 效率肯定是没有垂直高的 他消失在线上的时候 对方来杠猪他的话 怎么着都得防英雄了 这个英雄主要是没有一个特别稳定的一个控制 打团战的时候他的技能是能够触发出来的 比较好放 但是前期的话大家攻速也比较慢 一人A一下都得A很久 不过这个英雄2v2是非常非常的强 可以跟皇子做一个野区的入侵 如果说2v2打起来的话 布隆的威力就会大很多了 然后丹尼这边选择蛤蟆开 还是选择蓝帮不开 W是选择了一个没有换线 就是当人肉眼吗 这样的话这个蓝buff可能会出事啊 看W还好还好 宇哥这里看到了 那走了 知道你对方是一个双人下 W下路这一盘的压力还算是比较大 因为EZ加布隆 真的不算是一个现象很强势的组合 EZ这个英雄虽然说他 可能说前中期输数有点低 但是搭到装备成型之后是很难被控制 对很难被抓到的一个ED 他可以自己制造输出环境 ED这个英雄真的是好ED跟差的ED是差距很大的 对 差的ED是压根不敢输出的 好的ED是各种易到理想的输出环境 然后疯狂的输出 所以说这场还是比较考验 SYD自己找输出环境的一个本领 但前期的爆发肯定是飞机这边更强一点 所以VG这边下落也打得挺凶的 两边换一下蓝buff 在黄子拿完石头人 到了一个二级了 飞机 这有点头疼 这只能往后退了 等兵线退过来 W这个分路可能会有点问题啊 这个MATA跟宣告打得非常强势 蛇女也是在压陷之前就非常谨慎的先放了一个视野 是的 这个蛇女的视野放在这 其实放的有点早啊 因为因为虾子是从自己放的这个蓝开的 他们他们打野也在上半匹吗 对 肯定是不敢从上路过来 这个视野放的 我们从上帝视角看的话 好像有点莫名其妙 但你这边过来了 果然是从这边过来 那这个眼是白插了 也就插了一个眼 看了一下 他现在是觉得自己如果说 在中路先手的话 面对皇子的反手 肯定是打不过的 因为蛇女加皇子的这个RVR 要比卡萨加虾子要强上无数倍 对 因为虽然蛇女需要成长 但是卡萨丁是前期可能说技能伤害更低一点 对 六级前的卡萨丁 是所有打野英雄都不想帮的一个英雄 最多就反蹲一下 你要去主动帮他的话 效果太差 这台下收兵倒是做的不错 落后了大概三四刀 EZ也是个很难压住的EZ 对 就算你压他 他至少拿Q补刀 就经济上不会差太多 你总是发现一个在塔下的EZ 但是你看补刀 你绝对不会拉开他超过十刀以上 对 塔下收兵也是比较容易的英雄 斯贝斯这边直接是回家 他这盘也是做了这个巡警觉的利器 而丹地这盘反而是做了一个这个蓝色大野道具 这盘他们上一局可能是选择换线 这局的话是主动兑线嘛 嗯 可能干渴的几率要更高一点 哎呦 这边皇子过来不知道被看到没有 哦 没过来 他觉得这个兵线肯定是可以看到他 但是这时候应该已经看到了 开始直接往后撤 俄罗瓦这边马上就要变怒了 如果这个时候快变怒的一个纳尔 跟皇子一号技能开始是很难跑 这女刀就已经不准备过来了 对 其实纳尔在线上打女刀的话 也是比较的比较的随意 哎 这眼卫是没有看到 反正的话丹妮也走了 知道在塔下拿这个纳尔 实在是没什么办法 纳尔在塔下的反杀能力也是非常的强 纳尔可以说跟刀锋一样 都是在塔下很难被杀的一群 一旦变大以后 纳尔在塔下真的是无情 对 但是刀妹借着有这么多兵 还是上去耗了一下血 对 应加这边回家 第一次回家 就把女神之类顺利的合出来 塔丁的话 线上确实是亏了一些刀 在应加回到线上以后 发现他的补刀还是领先的 那就证明合同在线上吃了不少亏的 这个确实也没办法 卡萨打蛇女 怎么打都很难 先把真眼放在了自己的野区 这样的话比较好守这个真眼 这个皇子真好是承见了一个F4 头上一个雷达 看了一圈 发现了一个真眼 这边又有一个假眼 不过他因为身上这个带的假眼还没有放嘛 所以下路的视野的话就只能靠辅助来提供了 下路打得倒是比较平稳 ED的话就很猥琐 而宣告跟Mata这边虽然很凶 因为对方一直在推线 所以那个即使是三岔草那个地方没有眼睛 他们也不会太危险 虾子跟皇子在野区有一个交手 现在四级的Danny是有惩戒的 不过这两个英雄交手的话 其实也要看谁先手 先手的那一帮往往会有很大的优势 两边都是进攻能力很强 而且蛇女这边因为线压的比较前 所以支援应该也会稍微快一点 对 河童这边是先把饭盒做出来 补刀的话其实被压的比较多了 现在W看起来在上下两路的补刀是落后的 但是在中路宁甲这里还是利用了蛇女的英雄优势 不过好歹这两个英雄都是到了六级了 到六级来说对他们都是个质变 把TYZ塔下还是没有回过家啊 这个确实证明他的兵线压力太大了 因为飞机已经回过一次家了 是的 还是把兵线压在TYZ的塔下 这个就让EZ很难有回家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EZ下布隆也没什么推陷能力 对 这两个人推陷真的是慢的离谱 网子跟下的继续攀升自己的等级 蛇女的话也在中路安心的压人 而且VG这边的视野确实做得很深入 W这边下路整个半区都被点亮了 把Street这边没看得很清楚 是的 不过还好中路是一个蛇女啊 在这种RW的时候也是非常给力的 垂直过来了 他们这波丹地想要入侵这个篮 已经Q到了 现在先等一下 宇哲也赶过来 利用一个传送来抢这个蓝 开了传送 有没有机会给娜 这个大招大了一个刀妹 但是刀妹现在很肉啊 把他勾过来之后先打宇哲 宇哲已经被打成残血 此被他交出闪现并没有死 蛇女也被迫交闪 和自己的护盾 三个闪现 下一个护盾治疗 这波VG很赚啊 基本上什么都没有付出 拿了对方一个蓝 还逼出对方三个闪现 俄罗这波也没有传送过来 对 顺带还要把这边的龙给拿了 刚才估计应该是纳尔 可能是刚刚变小 一个1米5的纳尔过来也没啥用 而且你看他这个地方 视野全都是被VG给排光了 就是全全部给掌控到了 对 他如果要传的话 可能也找不到一个好的落点 这波丹地跟这个Mata两个人的入侵 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这波抢了蛇女一个蓝 蛇女是很不开心的 对 除了女神之类想借这个蓝快速的叠起来的 蛇女是太依赖这个蓝buff 而且一般这种英雄都是前期的蓝buff更重要 到了后面他其实不缺这一点 对 手女在后期不管是蓝量还是减CD 第一个蓝buff来说对他们是很关键的 对 现在W又是在前期稍微有一点点的落后了 这盘有落下即便是没有传统过来 他的补刀也没有领先 装备的话这一盘选择先出一个 血量装备 大腰带 还算是比较明智的 因为刀妹在6期之后 是有一套爆发可以打 纳尔当年一千的血量 所以最好纳尔跟刀妹对线 一定要注意在6期的时候补充一些血量装 合同这边开心 自己一个蓝 当年一个蓝 现在有一个蓝buff的卡萨丁面对手 你就轻松很多了 就作为一个卡萨丁 他自己没有被对方针对蓝buff 反而还是拿了对面的蓝 现在WG看起来情况不错 因为W确实这个阵容选择前期 就是容易比较被动 现在在二路直播有微笑跟卷毛作证 好那么应该可以看一下他们对下路兑现的一些讲解 这个是父子作证啊 你是在黑谁 他们俩不是都自称父子吗 没有 一个人说一个人是他爸爸 另外一个人说他是他爷爷 反正这个关系也是蛮乱的 比较乱 那你的地位更加尴尬了 对 根本就看不懂 看一下这边塔下收兵看看功力日后 哎呦 非常的华丽 神体这英雄确实打打起这种机关枪来看起来比较的 大副机关枪 赏心悦目 是 跟刀妹那个Q技能塔下舞刀一样 看起来都很舒服 这波 皇子上来干 感觉刀妹是 哎呦 这两个人很难啊 刀妹现在有大招 直接插个点 你要扫吗 你还没扫描CD 那OK 也还看不了 现在ED在下路已经是做出了女神了 加一个875 但是现在问题还是打不过 这两个女神这都需要成长 再加上又没有蓝buff W现在在前中期确实是因为阵容的问题 打的会比较被动 关键唯一一个在前中期有优势的一个蛇女 被对方反映了一个蓝 这就让W在前期唯一的一个倚仗已经不存在了 现在W在前中期真的是一筹莫展 没有 没有一个能够 开里或者说靠得住的人 应该说还好在那波团战被逼掉很多技能 之后 现在并没有被对方找到机会拿人头 他们正如又跟上一局一样 就是主动开战也是没有什么胜算 对 再加上也是必须要往后拖的 这男女还是比较喜欢拿这种比较拖的阵容 就稳定发育嘛 这个其实跟中单的 你讲她的性格特点或者说打法特点有关系 你讲她的英雄 实是比较的局限在远程poke 或者说守长英雄这一块 我觉得应该是跟他们对队伍现在的状况有关系 因为稳定发育的话 大家都只打自己线上的 就觉得就交流和需要配合的地方会稍微少一些 哎呦这边一脚是把黄子提开了 黄子这边有点残血 但你这边为了保护这个 这个抱走螃蟹 从一个草丛 大家都是有这样的 最后VG还是领先了这个视野的优势 螃蟹也是比较的命苦 这个螃蟹我觉得在做出来之后 其实大家对于这个 这一块的这个争斗还是有很大的 因为打扫龙的时候 它确实是很有用 主要是一个加速buff 对 而且是一个排不掉的眼睛 现在就是有一种感觉 就是打野如果说打完一轮野之后 去中下两波 哎将来这波 凶了一波 哎呦这波打得好 疯狂硬 对疯狂硬 这位卡萨丁的血量 已经被打得不多了 这被扣到了一个布龙 不敢上 布龙还是很皱的 打到后期的话 它是有一个坦克的作用的 现在看起来W 还是需要阵容的 阵 英雄的成长 VG的话 也是在获得了一条小龙优势之后 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毕竟下一条小龙刷 还是有一两分钟嘛 不过这条小龙 我倒感觉 W可以一战 这个时候要注意 我们要注意 阿鲁卡的装备 会出到什么样 他这波回家 不知道是裸狂头 还是直接出日炎 那14分钟 有一个超级血装的一个 他现在两个装备钱都够了 这个纳尔其实是比较可怕的 如果给他逮到一个 释放大招的好机会 配合EZ跟蛇女的大招 我觉得这波 W应该是有机会一战 如果说配合能打好的话 可能还是有一战的资本 但是对方的飞机等会搭起来 肯定是比现在EZ输出要给力的 其实这一波是这样 就W的上中野三个人 他们的战斗力是要强于VG的 因为上中野这个时候 他们已经到了一个发力点了 而VG的下路 飞机无疑是要强于EZ好多的 所以这一波 两边其实都是有机会的 你俩的发育非常不错 这一波回家可能要做一些装备了吧 他已经有一段时间 在补刀了 现在只有十几秒钟了 这个飞机不回程了吗 飞机要回 飞机要回 不过他们视野怎么说 完全掌握了 调起来 那这样的话 交闪现也跑不掉了 Carrie倒不如省一个闪现 那这样的话 W逮到了一个机会 拿龙 看看他们能不能利用好这一波 VG这边迅速的聘小龙 要秒 要抓着这条小龙 蛇女跟布龙赶过来 配合EZ 但飞机其实还有非常远 只是W不知道你们感觉到 一个传送 直接把对面吓走了 这一波对于W来说是一个机会 大招没有运起来 SY这边选择跟上 闪现过来一个Q的重了 马塔尼奔应该是跑不掉了 出发被动之后 SY拿到这个人头 而这里 Speed是被对方的合同 跟Dandy是抓了一下 也是Q直接选择了 对 但是没有关系 这条小龙 W已经是收入囊中了 对 W是利用好了这一次 上路抓刀妹的一个机会 虽然VG想的挺聪明的 想要Rush掉这条小龙 但是W的反应还是比较快 我觉得跟他们下路回程的时间 有关系真的飞机回的有点晚 飞机刚回去 他那一波是肯定赶不到的 所以只要W 虽然W可能不知道这个信息 不一定知道 但是他们只要稍微一个传送 逼一下 VG这边少ADC 肯定是要往后撤的 就是VG这边最强势的一点 已经走了 W的最强势的一点 TP下来了 而且皇子加纳尔杀刀妹 也是杀了很快 所以很快就已经开始往下赶了 到场的速度会比对方 要更快速一点 这一波W把刀妹死亡的 隐藏价值是完全打 完全打出来了 灵甲在中路 而且可以看到了 蛇女一直在推陷 中路塔的血量 应该也是W这边领先不少 对 这波回家 应该是要有大天使了吧 装备比较领先 15分钟 大天使先做出来 在20分钟出头 蛇女这个英雄 基本上是可以叠出支天使 在支天使出来的时候 W应该是迎来了 很强势的一波 在那个时间点 EZ的两件套 蛇女的治天使 包括纳尔的第二件的肉章 其实都有点机会 所以在下一条小龙 我觉得打W还是很有机会的 一定要利用好 他们的阵容在前中期 其实是一个比较 不错的一个选择 看看这边要落下变大了 这波VG的三人干客 看一下有没有机会 纳尔变大之后 也是非常的谨慎 直接丢一个房子 那这个时候 第二件装备的选择有很多 可以直接做狂徒 也可以做一些的 黄子这个地方 魔法抗性装 他在那边站岗 对感觉是想等人过来 对他知道那边有个眼 所以他在那边等 如果说过去的话 他就去反帮这个那 在这墙角插一个眼 但你应该是被看到了 这时候两边的打野 都是想要做一些事情 这个这眼正好反掉 罗卡继续在上路发育 这一盘罗卡的发育倒是不错 不过刀妹的补刀也很高 反而是W这边下路 先行把这个塔给拆掉 因为垂直去游走了 对 前期的话一直是VG在推线 所以W的塔 可能是耗的比较多的 但这波中期的游走 W是拿到了一个推塔的机会 对的 就是边打那儿 非常的可怕 而且现在 1D的补刀是完全没有落后的 反而是有一些些小小领先 现在就很奇怪 这边1D的补刀 居然是领先宣告一些 这台TID的个人能力 还是比较不错 蛇女的话总算有蓝了 所以尽情的叠这个值天使 但是不管什么时候 你感觉看视野 W的视野做过去之后 就感觉立马被排掉了 但是VG的视野 永远是能够点亮 W一块区域的 这个就是两边的辅助 他们对视野的渴望 我觉得这跟 这不能说完全怪辅助 比如说辅助 他能够放眼 他只能放几个 但是如果说队友不跟他一起 过去保这个眼的话 对手也是随时能够把他排掉 其实就是VG每次做视野 你发现就是Mata跟Dani 一般都是绑定一起做的 对对视野的保护 做的比较好 这就是他们的一种 很好的习惯嘛 这个你就是不能强求 W这里的话 他们可能每个人 都有做视野的这个欲望 但是没有说集合到一块去 反视野一起做视野 你看比如说像这种眼 放了一个真眼的话 又这两个人 对 如果说没有人 那么只能说这个眼 就是放下去 存活一会儿 让短暂的看到对方是在呢 丹妮在这边插了眼 然后Mata在后面等给个灯笼 很安全 其实VG现在 他们如果说打起来的话 他们是阵容 其实现在也并不好打 因为现在纳尔跟蛇女 两个的装备是非常的爆炸 而卡萨跟刀妹 其实是需要第二件装备的 刀妹的第二件防具 以及卡萨的 这个中亚或者什么 都是比较关键 现在W应该是有机会 去争夺第二条的小龙的 而现在EZ的话 这波回家可能会做出 CD鞋或者875 那先要跳一下 反身再继续打 那这个跳也是非常的灵活 这个时候 刀妹肯定是已经开始 要占优势了 毕竟纳尔现在是纯防御 而刀妹现在已经有三项了 现在纳尔如果说 这一波回家 再做一个防具的话 W这条小龙是非常有机会 灵甲的 知天使估计也差的不多了 可能现在应该500了 这下来Muff拿到的时候 是叠得非常爽的 Spirit跟宇哲 保护中路的视野 河洞里面打一套 但直接上了 默眼踢一下 还好及时交出一个闪现 看这边宇哲过来 这里没有机会了 刚才是皇子的EQ 正好是被丹地给 救了 这波你就能看到 VG利用这个视野 是怎么样在保护了 对手拆这个针眼的时候 所有人都直接过来 找准一步的机会就打 这个其实让我想到了 当时 就是我们的LPL的队伍 在S4的舞台上 面对韩国的队伍 就感觉 他们的队伍 对于自己的视野的保护 那真的是拼了命了 就感觉保护自己基地一样 毕竟一个针眼是 血量会比较高的 你要拆的话 还是有一定时间的 而我们的选手的话 就是对这一方面的保护 确实是 比较的 意识的话 确实没有他们那么强 对所以这个其实还是一个 整个团队的 打法的问题了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就是你 从小打这个游戏的一个习惯 不是说辅助一个人 他只能放三个眼 对吧 对 他也并没有能够 去单身守 守这个视野的机会 来 WE这里要动这条小猫 SB的这边直接戳过来 把合同吓坏了 赶紧叫而走 这波的话上路的 纳尔是有传送的 打得好凶啊 SB的这边血量有点低了 传过来了 传送过来 俄罗卡这个状态非常不错 快满怒的一个状态 但是他们的阵容是比较难留人的 听说控制太少了 俄罗卡这边要变大了 现在危机沟通病的话 应该等待他变大 消失再打 这边晕了一下 Mata想要掀开这个锤石 有机会先秒掉 漂亮 蛇女跟俄罗卡顶在前面 打招被打掉了 对 开始及时的回头 随便在这边盖了一下 紧急打出了伤害 一点一个大招 受掉了丹地 那么这一下击杀了对方的打野 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了 这波应该可以推塔拿龙了 W这波 路卡下来的时机非常的不错 正好是快满怒的一个状态 Mata也没有耐得着GIM 如果说他等一会儿 等他变大结束之后再去勾的话 我觉得这波危机其实是可以一战的 但是他非要去打一个满状态的Nar 这波Nar还是处理的不错 跟蛇女两个人构成了很坚挺的一个前排 蛇女已经治天时了 这个 他附魔了一个宽星 跑的也是很快 在配合上他本来就有一个加速效果 跑得飞快啊这个蛇女 待会再拿三角小龙 这个移速可能比较的夸张 SYD这波也是有两个人头 打招刮死了一个残血的丹地 还是比较的漂亮 击杀料对方打也肯定是拿龙最稳的一个选择 林亚之力第二剑可能会选择一个中亚 这样的话W这三个前排真的是控制爆发能力都非常不错了 基本上W已经熬过了自己比较难过的一段输出的时机了 主要现在蛇女跟Nar两个人可以扛起大梁了 这个就是蛇女在前中期的一个效果 虽然她的被动后期很强 但是她不能忽视她在前中期的这种恐怖的输出能力 并且皇子这场也是正常发育 那么他们这场的前排厚度是非常不错的 再加上有布隆 布隆 Nar跟皇子构成一个坚挺的第一道防线 而蛇女的话在中路坐镇 后面还有一个EZ不停的放风针 现在W的阵容看起来逐渐要成长完毕了 他们第一场其实前面也是一个后期阵容 然后打得比较的不错 但是中期极了两波 看他们这场的话是能不能够忍住了 其实W这几周输的比赛 我觉得他们在BP上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主要感觉还是在中后期的团战 会出现很巨大那种失入 然后就突然就死亡了 像打王鸡那场的话是 比如说是被对方偷大龙啊 第五条小龙 或者是被一波直接带走 那两波真的是非常的长 哎呦 林家这里又是一个空大 直接一个摸眼就躲掉对方一个大招 太划算了 其实他现在大招的话 放了也就放了 反正现在也打不起来 暂时没什么开战理由 那大招放了就更让大家安心了 就不用打了 安慰一下队友 赶紧去发育一下 对 我继续收入囊中 现在纳尔的第二件装备 看起来是要出女药 如果说在比赛服版本在更新之后的话 可能上路的选择会更多一些 现在新版本的上路会更多的选择 像狂图绿甲这样的装备 而像蓝盾跟这个日盐装备 可能会出现的频率会降低一些 感觉流行趋势都是一个 咒而复始的过程 那真的是啊 以前就是 以前是所有人都是振奋 后来又有狂图联盟 对 这个也确实是 托设计师的服 SB的这边 直接EQ过来 减速挂一下 大招直接给到 那宇哲跟SYC过来 想杀该 这个打晕了 但是就登陆 哎呦 马上出现的太及时了 是的 所以W这个阵容就是 存在一个控制很少 留不住人的问题 对 这个阵容控制都偏软 你不管是蛇女大招 还是皇子跟纳尔的控制 都是不是那种 你控到就不能走的那种 皇子大招只有一个 不可能说时时刻刻 这个阵容的时候都有 对 那么其他人的话 就比较难衔接 阴甲这里有点无敌 不敢踢呀 丹尼如果踢过来 反手一个大招 直天使一开 这个蛇女太可怕了 这个W看起来局势是 还是有一些优势的 对 现在拿到一点优势的情况下 视野开始能做过去了 主要是 直天使跟摩切都更新完成 SYC这里的装备 是非常的豪华 这场蛇女跟一爹两个人 应该要承担起 carry队伍的任务了 他们两个这种叠加的装备 都已经是成型了 是的 他们是熬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现在应该要迎来了一波巅峰期了 WG这里的阵容 其实他们在 在接下来的五分钟 其实也是有机会 但是拖下去的话 反而感觉有一点点的乏力 他们阵容就充脸虽然很厉害 但是充脸阵容往往是在中期 要决胜负的 因为充脸阵容就意味着你的 就是说后期的能力 或者说手长不是特别的给力 而WG这种 其实虽然蛇女的首偏的 但是EZ在后期是 比较不错的一个风筝英雄 WG这一场的充脸阵容 并没有打出英雄的效果 他们可能还是有点惧怕这个蛇女 是的 WG这场也是线上打得比较谨慎 前期并没有给对方很多干客的机会 对 这场WG这个蛇女的出现 无一让WG 就是感觉到很大的一个压力 你看他们现在基本上没有打 这种比较强势的这种组合出来 虽然拿出了这样一个阵容 但是一直看他们在猥琐的发育 还是有点太忌惮于这个蛇女的威力了 这波啊 一分钟刷龙 EZ这边已经破败了 这凌亚这波要装备有点好啊 对 这个英雅跟他听完这两个招没太好了 比对方的这两个C位是要好上不少 基本上领先都集中在他们两身上了 这个时候的话两枚上的都有传送 那么就肯定要先争夺一下小龙视野 把对方最好的落点给排掉 对 现在Luka也是两件防具 现在WG一波是非常的强势的 很有机会拿下这条小龙 这已经是他们的第三条小龙了 蛇女这波应该是看起来不准备回家了 还有十几秒钟了 没有必要回家我觉得这一波 十几秒钟他走 他走到一个很远的位置回家 他说害怕被对方的视野看到 又回来 觉得还是算了 这个时候几秒钟刷龙了 我觉得队友怎么样都会提示一下了 我觉得这个帽子虽然出出来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但是现在实在是等不及了 要打这条小龙 我觉得现在应该是可以开了 Luka的怒气稍微有点低 现在最好是回到线上给这小兵摸几下 现在娜尔的怒气很关键 但是这边那个暴走切是有一个加速效果的 要注意 尔鲁卡 尔鲁这边被打了一半血 刀妹直接传送过来 尔鲁卡也是相继传送下来 但是现在怒气稍微有点低 尔鲁这边还要被打凝了 一体大招虽然空掉 但是刀妹承受了很大的伤害 尔鲁大招放得非常完美 娜尔直接退到墙上 退到两个人 胆尔也被打成残血 刀妹阵亡之后 这两个输出了 冰圈应该是可以留到所有的人 闪现过来 继续追Mata Mata应该是阵亡了 翻手一勾留了一下EZ 但是这边死亡宣告的位置 配合合同打一波反波非常漂亮 直接秒掉对方两个人 但是哪这边还有控制 再跟一个石头 秒掉了对方的 这边居然阵亡了 飞机也是掉下来 现在这边一个打也跟一个上单 是因为茫僧 茫僧的起始感到 最后也是收掉了这边的翼金 这波只能说卡萨丁出现的太及时了 本来是WE的一个收割的机会 但是没想到跟卡萨丁 这死亡宣告两阵 居然是秒掉来CYC 这个飞机的爆发确实是很可怕 其实打到团战过半的时候 WE这边两个输出的状态 都是非常好 是一个追击的趋势 本来感觉这波应该是一个 至少一换四吧 看这波怎么打的 开始被秒 刀妹被打晕了 然后基本上学压也很残 黄紫大招盖到三个 对 石头这边也是大招非常漂亮 大到两个 大招推到两个 非常漂亮 这时候感觉WE应该是一个 你看这个时候 他们的输出状态都非常好 非常好 但这时候我觉得 何同跟宣告两个人处理的很漂亮 先看林亚这里 这不是有些立功的 林亚这里有点逻辑 被宣告直接秒掉 哇宣告漂亮 但是这个时候卡萨丁跳过来了 哇这个宣告闪现 躲一个EQ也是很Nice 这里居然是感觉宣告 很危险的一个局面 残血你看 但是丹尼 哇丹尼这EQ也是立功了 不过这波WE还是 只能说赚了一个人头 最后一个回旋标是收掉了丹尼的人头 但是摸眼赶到 然后惩戒了一下 再Q到一兵 直接秒杀了 这一波两边的选手都是极限操作了 VG这边丹尼和同跟死亡宣告两个人 是打得很漂亮 可能说唯一的 不太好就是 蛇女走位 蛇女走位 有点落单 因为那边自己的兄弟在吹那个Mata 但是 他被耗掉了太多血量了 对 他直接被一滴 被那个飞机俯冲过来 打了很多的血 所以给了卡萨丁过来收掉他人头的机会了 但这一盘 阿鲁卡太肥了 蓝顿都要出来了 天哪 这个大纳尔 就飞机有点绝望 这吓人啊 其实一个范园好的纳尔 挺吓人的 因为他本来基础伤害就高 你知道他 在战场上存活多一秒 主要是飞机打前排 本来就好 在战场上又是这么肉的一个纳尔 VG这个阵容就是打前排嘛 所以他们这个阵容 在中期发力之后 后期拖下去 面对这个纳尔 卡萨丁和飞机打前排能力 都到后期不是特别的强 特别的差 基本上可以算是两个位置 最差的几个选择了 基本上选出来的人 感觉都比这两个人 打前排能力要强 危机现在在中期 本来是他们发力的一个时间点 但是又经历了一波团战的失利 现在他们在这一场 即便看起来好像只落后3000块钱 但是整个的阵容的差距 已经是比较的明显了 W这个阵容在后期的弹性是比较的足 虽然控制稍微少了一点 但是各方面的配比还是比较的平均 这边宁甲已经是做出了帽子 他的下一件装备是要出什么 深渊吗 看这边宁甲是怎么选择的 他现在法强也够了 五百多了 他现在伤害肯定是够了 伤害是够够的了 不过面对对方这样一个阵容 出深渊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因为他刚刚感觉被飞机的一个导弹打得够呛 飞机一个Q能加一个R 直接把它轰成残血了 像这种需要风筝的英雄 你被铁脸打肯定是吃亏的 我觉得他应该是 他大招业已经用过了 应该是被刚才宣告那个伤害给吓到了 这盘可能要出一点的法康 我直接出一个抖横了 对 这个有点保守 不过他现在也确实觉得输出也够了 因为最近我们发现 就发现LPL的这几只队伍的蛇女 都是有一身神装 但是打不出伤害 可能宁甲是从中获得了一些灵感 觉得我这个英雄其实没有 反正我也是个持续输出 我只要能够存活在场上 我能多放一点技能 没有必要出那么多的伤害 大招放完你打不了几下 异其实也是白打 卢卡这里的弄性不错 17级打15级 合同这里 但是卡萨丁会比较难追 所以这波也是先把他打走 只能说 守一下线 纳尔这个英雄追击能力也是挺可怕的 现在纳尔三件防御装备 哇 大纳尔 单独守卡萨丁这条线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不论是在优势还是劣势局面 我们发现VG他们的视野做的都是非常的好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他们队伍肯定值得其他队好好研究一下的一个点 这个是一个 他们是怎么能把这个视野一直控制住的 值得学习的一个地方吧 刀妹在上路继续带线 纳尔的话也是在下路有传送 现在纳尔需要叠一下怒气 宣告在中路被打得有点残疾的一个大招 被宣告用大队形的躲掉 半学 现在飞机已经回家了 那这个二塔守不住 这个虽然你是没有死 但是你残血的话 这个塔肯定是要丢的 刀妹这波选择了不回来了 那反正你已经退了 那我继续把线带到你二塔 就是一个二塔换两个二塔了 WG这波的话拿掉下路二塔还是转的 因为纳尔已经是把卡达丁打走之后就一直在带线 下路兵线已经到了 这波最厉害的人还是这个纳尔 这个纳尔太吓人了 满路纳尔17级的纳尔 现在EZ装备已经非常好了 非常好非常好 华丽的五件套 纳尔跟EZ两个人就是W获胜的关键 一个超级强硬的前排 一个非常给力的后排 在弹对方的飞机的话 现在还连无尽都没有 其实飞机已经过了自己的强势期了 现在已经35分钟了 只能说WG这一盘他们前中期的节奏 或者说前中期的自己的强势期 没有利用好 在被这种蛇女啊EZ偷到人头 偷到发育之后 他们在中期明显感觉到 有点力不同心了 W他们这个阵容在中期 包括到后期 作用都是非常巨大的 这纳尔太吓人了 还要出反伤甲 但感觉这场的话 蛇女的发挥就至关重要了 手里是其实他现在 因为他毕竟是没有位移的英雄 像EZ这么灵活 他现在其实就把大招放好就OK了 他这个装备也是在往肉章出 要出一个冰杖 对 冰杖也是不错 哎呦这边 卡特尼跳上流人 合同好自信啊 直接过来流人 但是毕竟他有中央 对 但是W这种也不怕你这样打 我这边反手能力太强了 那现在没有怒气 套了一波雪亮 想看看有没有机会 能把你打残打走 现在小龙也是快刷了嘛 这一波 这一波W的小龙 应该是第四条了吧 抢了一个蓝 嗯 蓝还强得不错 W要打这条小龙 皇子不能再被大老单耗到了 现在雪亮 不是特别精耗 你们这边直接开盾牌 在这个阵型 谁敢过来 神女大招和布隆大招 会飞得非常完美 阿鲁卡这边再继续攒一下怒气 要打一个纳尔 丹妮这边还是断了吧 往后一拉 这边要先秒皇子 没有秒掉 哪只也拍到两个人 神女大招放的还不错 飞机这边要被 正好被宰到了 宣告这里被杀掉之后 丹妮是帮他报仇 但是Carrie怎么办 一个蓝1Z 受到刀妹的刃头之后 W想要打这一条大龙 还是推中路呢 这波是打了一波一换三 这波纳尔跟蛇女 包括布隆的配合 还是非常不错 对的 这纳尔太吓人了 这个大招随便一放 蛇女跟ED 在后面只要 两枪 他们是开始选择了 击火皇子 皇子是被跑掉了 开始 对 而且最后回来 还是飞机被打残 还收了一个残血飞机 虽然达标 这波真正好面对一个皇子 这波破了一个高地塔 付出的代价 不是特 不算特别的惨重 现在第四条小龙 W没有着急拿 状态不太好 毕竟是皇子还没过来 想给对方一个抢龙的机会吧 说实话 我觉得威绩现在机会 已经很小很小了 他们对这种 打到后面对纳尔怎么办呀 W看起来 现在离自己的手上胜利 是越来越近了 纳尔现在反伤甲也做出来 什么妈呀 AD绝望三天好 闪现过来 把单子给盖过来 找到了一个蛇女 但蛇女后面秒掉 漂亮 这波合同是拿到了蛇女的人头 那这样的话 看看能不能有一波反打 Carrie也过来 这波威绩是一个五打四 还要怎么说 这边合同过来想要留人 但是现在自己的神秘有点危险 这边纳尔变大了 怎么拍 拍了两个人 效果一般 他们这个时候直想跑了 W在关键时刻 又出现了致命的失误 这样的话 很有可能要付出 大龙或者一路的代价了 一路有点难 这一波 但是大龙这边 可能对方要先过去看看 这一波没有注意到 妮娅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这个大龙怎么办呀 其实蛇女还是 还是挺关键的 对啊 所以剧场他们就很看神秘的发挥 蛇女这个大招 只要没放 阿龙卡这里 阿龙卡现在没有怒气 没有大招 现在要强行扫握一下 这边盲松的血量是有点低的 但是血量有点低 阿龙卡很肉 很肉 扛在前面 还在继续输出 现在远处形态 反而有利于他的输出 这边EQ调起来 合同要秒 漂亮 大招配合一天拿到了 合同的人头 但是维基已经是拿掉了 这条大龙 纳尔边他跳下去想追吗 但是有闪现 对方都不上 真不上 门不上 但是W现在有一个拿第四条小龙的一个机会 这条小龙肯定是没办法守了 对 这条小龙拿下来 不过达瑞现在真的要稳住了 现在他们如果说再有一波团战的实力 可能第五条小龙已经没有什么机会了 因为现在在40分钟这个时间节点上 对方很有可能一波团面就会把你主地地推爆的 所以他们如果说再不注意 这四条小龙等于说白拿 有的时候就这样 你往往一方战队有很大的优势 拿了三四条小龙 但是你就是没有办法取得比赛的胜利 第五条小龙死活就拿不下来 哇很稳健的 Easy这边已经是出了复活甲了 哇 那这一波的话 蛇女也有兵杖了 这个复活甲出的有点拼啊 想打一波啊 扛住危机可能最强势的一波 这波带大龙buff 危机看看会不会选择一波进攻 那现在带侧翼一个黄怒的状态 保持的还是比较的完美 现在卡萨丁也是做出了法川棒 再加一个无庸大棒 伤害也是够了 毕竟对方其实是有经济优势的 所以VG拿完大龙应该说是 拖延了一会儿对方进攻的节奏 再找一下机会 打上去好痛啊 这个装备其实也不弱了 但是还是被打了很多的血量 卡萨丁的装备在这几波团战有一些的增长了 现在W一定要小心这个卡萨丁 危机的话 他们的优势还是在于这个大龙buff 如果这个大龙buff消失的话 他们还是很难跟正面的W抗衡 扫了一下 来这边一脚 看到了五个人 是想埋伏一下 但是对方也很警觉 那还是心服大患啊 他现在309的一个数据 一次没死 这场比赛很有可能完成一个完美的数据 他这盘是太难死了 如果说对方把这个纳尔打死 那危机可能五个人都要死 因为W这个阵容 他们的收割能力有一个EZ 也是比较强的 持续输出还是比较高的 如果你浪费太多的火力在这个纳尔身上 EZ是有机会完成收割的 而且他现在有一个春哥甲 危机好像没有想利用这个大龙buff 做太多的事情 他们这波推进的话 我觉得是不太打得过 挺黑的 对 他们主要现在阵容已经比较的乏力了 对40分钟了 这个阵容现在是手短 虽然机动性强 但是没有经济优势的充电阵容 现在想利用卡萨丁单独带线 比较安全的一个特性去牵制一下兵线 这个比较好的一个主意吧 但是卡萨丁是没有传送的 所以现在也要注意回家的时机 对他跑突能力比较强嘛 所以这个时候对方毕竟没有二塔 其实可以开的 这边看到卡萨丁在下路 刀妹在上路 完全不怕这个丹尼 你要敢过来的话 我就直接开你 卡萨丁也是不敢再带过去了 不敢带了 肯定得回中路来 刀妹也是一样 这波危机的大龙buff已经消失了 快消失还没有 查最后一点 已经是没了 这应该是个假 看一下这里怎么打 W还是不打算墙上 但是牵制兵线的话 怎么说W这边有个EZ 所以再不及他能拿大招 刚说完 就大招清一下线 你这个兵线也是比较难对他们构成压力的 对 现在W就想死守第五条小龙 我算是看出来了 他们也不打算推 我就利用第五条小龙 最后直接很稳的一波 打死 但是WG的话 他们现在有一点难以抉择 他们在野区开担 我觉得胜算并不是很大 对 就W想找机会 但是也得找到一个 比较好的机会在上 不能是太勉强 这W的阵营不是很好 纳尔纳尔被秒了 哇 没有被大的纳尔 直接被秒掉 这波WG是一个很大的机会 那剩下四个人 就是赶紧的撤退 这一波竟然出现了这么大一个失误 一个发育很顺的纳尔 居然被秒了 他应该精神 在勾引 开始里面传送 取消掉 这边就要打 林甲这边开完大招之后 显得有点脆弱 去说给了carry 但SY的这边 输出还是非常不错 先杀掉了女头 大招刮出来 又要杀丹尔 这波SY的输出全部打出来 勾到了一个人 但是圣岛这边不敢打呀 这波EQ过来 没有过来 这个EQ怎么这么奇怪 SY的输出还是很高 在下降飞机之后 Mata也是相继之王 这波SY的拿掉了很多的人头 河童在侧翼 有点点脱节 这波危机 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其实这波女刀 已经是非常 就是想 偷一个机 把这个蛇女给秒掉了 但是蛇女这边反手 有制天使 有护盾 好难杀 这波我觉得 卡萨丁跟女刀两个人 其实也不能说 他们做错了什么 他们想逮到一个机会 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 而且确实是阵容 对手到后期 这种风筝能力太强了 他们危机现在想要打团的话 必须五个人同时进场 张家那一波 虽然卡萨丁跟刀妹进行了 但是 你注意到飞机是没有打出什么输出 他一直在被对方限制 是的 而刀妹跟卡萨丁 其实两个人在被白打 就你打别人同时 先看这一波 回放 卡萨丁这波其实想法不错 因为蛇女的血量已经比较低了 所以刀妹是想要过去秒他的 刀妹想传送到那个兵线上 他闪现过去秒他 但是 这波是护盾 加上吸血 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到飞机 飞机这波 俯冲过来 直接被框到 根本不敢打输出的 这波刀妹 卡萨丁跟飞机脱节了 飞机这边一炮又没打中 这波飞机 什么事基本上都没做 点灯了回来 然后还是要 而且勾到了一个有复活甲的EZ 这边卡萨丁肯定是不敢上的 对 这波太脱节了 让飞机完全没有找到机会去输出 这样的话 达里已经是有一个很大的优势 拿到首胜了 现在再推掉第五条小龙 刚才听他们好像选手在场下的这种 欢呼声音是比较大 打赢一波团战之后 这条小龙 这条小龙很关键 阿鲁卡这一波状态非常的完美 在一个黄怒的情况下 闪现一勾 勾到了宁甲 要过来打 河通进场 这个阵线还不错 EZ这边收割 现在剩下一个卡大迪 他已经被收 被杀了 没有开出中央 阿鲁卡这边粘住飞机 双方向我打不出输出 这边正面战场的话 凯瑞也阵亡 也得拿到一个双杂 又是想秒蛇女 但是蛇女太耐揍了 现在 太耐揍了 这个蛇女 还是死不了 卡拉丁这波是没有中央 还是不知道没有开出来 还是没有CD 反正是直接被秒了 就你一秒钟不能秒掉他 就慢慢吸 哎呦 这连宣告想 挑小龙 挑不过呀 直接一口Q死了 被单杀了 这样的话 W应该是有机会 直接一波 好像是有机会一波 现在他们的教练 跟队员也是在欢呼 这两个队伍的首剩 难道都是要今天拿到吗 现在终于要说出了句话了 我们恭喜WE拿下了这场比赛 阿尔 这两个队伍的首剧 已经被毁坏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